大家好,我是香香 今天跟大家分享农村一珍贵的植物 这个植物啊,现在越来越少了 你看,就是这个 朋友们有没有认识的呢? 它的学名叫马兰草 是菊科、马兰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别名叫田边菊、竹节草等 看着虽然不起眼,但是它的价值很高 春天这种新长出来的幼苗呢 可以当野菜食用 是一种优质的碱性蔬菜 在闹饥荒的年代呢 大家经常会采花它回来充饥 它净植粒高约30到70厘米 叶子是这样子护生的 冰原呢,有不规则的巨尺 花期为5到9月 看着花很像小野菊,非常的漂亮 所以啊,常被爱花人士挖回家当棚景观赏 知道吗,马兰草它不单是野菜和用来观赏哦 它还是一位很好的中药材 像我们当地的集市上呢,都有卖这种草 我们当地叫它马兰头 跟进叶均可入药 知道的人啊,把它当作宝 我们当地称它为解毒草 用来煮水当茶喝 相对咽喉这方面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朋友们,你们家乡还有这种草吗? 或者对它还有什么见解?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